18日,韩国团体闪逆成员金中炫去世的消息令人悲痛 然而在不舍哀痛的气氛下 具有日本艺人在节目中谈到该话题时 全场笑了起来,遭网友们炮轰 日本节目《海盗20日》播出内容中 谈起中炫,选择自杀结束生命 原本现场气氛严肃,而就当主持人板上忍 问一旁女星森权是否知道闪逆时 听到森权回说不知道后,板上忍接话 算我问错人了 让现场人随即笑出声来 镜头更特写森权露齿笑的模样 森权虽很快就收起笑容 仍引来众网友的不满 炮轰丢日本人的脸,不能原谅 更有人表示,一开始就不该嘲笑人的死亡 至今仍有许多喜欢他的粉丝很难过 哭泣跟沮丧 这真的是日本人支持,太差劲了